大家好,这里是珊珊养花,我是珊珊 以前咱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关于自己在家怎么处理花土的视频 那有很多的话也就过来私聊我说 希望能够出一个更详细一点的实际操作的一个视频 那正好前两天我家这个花土不多了 我就去外面挖了一些回来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把这些原土给它处理一下 那一般来说常见的处理原土的一些方式呢 有微波炉加热,铁锅蒸煮,还有被太阳暴晒这三种办法 因为我这次一次处理的有些多 所以说我就每次选择用太阳暴晒的办法 暴晒法呢就是把这个原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整干燥的地方 给它均匀的突开 然后再把花土里面的一些草根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杂物给它清理掉 现在正是因为夏天 所以说在太阳下面给它暴晒四五天左右 基本上就可以了 要是看具体它晒好没有呢 咱们就用手去抓一下这个原土 如果说已经被晒的特别的干燥松软了 那就可以说明它已经晒好了 就可以堆起来养花了 不过咱们原土加工起来 虽然说比较简单 但是在使用之前 我们还需要往里面给它猜一些其他的东西比较好 那像咱们花友群里面 前两天就有位花友呢 专门找了一些蜂窝煤的煤渣给它掺在原土里面 这样可以让原土变得更加的疏松透气 还可以预防土壤板结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煤渣在使用之前呢 需要在清水里面给它浸泡四五天左右 以拔除它本身的一些碱性 那咱们原土里面除了掺杂煤渣之外 咱们还可以放一些什么椰康呀 树皮还有核沙等等很多的东西 说到这里呢 有件事需要和大家去强调一下 就是咱们原土里面加椰康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湿 而不是说输水透气 那如果说你想让这个花土变得更加的输水透气的话 我们还需要往里面加一些核沙制食什么的 咱们处理刚刚挖回来的这个原土的目的 最主要的呢 是为了把它里面原本带来的一些小虫子呀 还有各种病菌什么的给它处理一下 那有些花友曾经说过 这样去处理花土有些小题大做了 但是您看一下这个花土里面的这些小虫子 您确定还敢用它来直接养花吗 要想把花养得好 花土是关键 各位花友们 如果说您平时也爱自己去挖一些土 回来种花的话 可千万不要忘记把原土呢 去曝晒几天 然后最好在使用之前 给它往里面探一些多菌灵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制 咱们原土单独使用起来养花的话 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咱们最好是根据自己养的花的一些不同呢 给它们做一些不一样的配比 那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养的花 适合什么样的配方的话 直接点点关注 咱们在评论区里过来